嗨 大家好 今天要來繼續寫 今年1月韓國旅遊首帳的 第二天 在寫之前這一天一樣 也是很多東西要貼 我這天買了蠻多東西的 這個是 兩圈紫膠袋 這是買麵包 抽到的貼紙 預計要貼的照片 這些也是有可能可以用到的 像包裝的這些東西 我有可能不會全都拿來貼 只會挑幾個 因為有點太多了 我第一個要先貼的是這個 我想要貼跨頁 我這一天有在唱片行買專輯 這是拿來裝專輯裡面內容物的 因為我把東西都拿出來了 然後這個就沒什麼用 然後它又比專輯再稍微大一點點 我想說不然就拿來寫手帳 我也是第一次拿專輯裡面的東西來寫手帳 有點緊張 基本上會留這一個 然後後面這個是團體的名字 我也會留下來 還有這一個封口貼 先把它給拆了 先把它給拆了 這我打算等要用到的時候再把它弄下來 我這個的預想是 就貼在中間這一塊 這個H 因為它 邊緣剛好是這樣直的下來 所以我想要讓它剛好在中間 也就是說我這邊到時候切開 它會是直接這樣子 就不會有紙被切一半 沒有想很多就直接給它折下去 有點弄歪了 因為我是要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我下面這邊要再多剪掉 剛剛沒有想太多 上面再稍微剪一下好了 看起來有點點了 雖然我剛剛修了之後還是沒有很好 反正等一下也會貼東西 可能也會把它擋住 所以就不打算繼續修了 那我接下來就是要對齊 這個H的邊緣 因為我現在手邊沒有尺 所以我要找個東西 我現在這樣看也不曉得我有沒有貼正 我現在這樣看也不曉得我有沒有貼正 好像還可以 但割開的話好像變得太分開 所以就沒有那麼好看 可能是因為它邊緣剛好跟它對齊 反正都已經這樣子了 然後再來寫這一面了 這一個就是我買這個的包裝 要把它撕下來 還有這一個吧 也要拿來打底 我還不曉得適不適合 總之先撕下來 這個撕壞了 反正是拿來打底 就不追求那麼多了 大失敗 先貼這個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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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3 4 3 2 1 4 4 3 这我干脆就留这一块就好了 上面这个就不要了 刚刚还有想到这个 这是在教宝我们购买的青蛙吊饰 当初我有拍开箱就是这一只 然后后来因为春天就是有樱花嘛 创作者还有出了樱花色真的超可爱 一组的超可爱 把它打圆角了 我这边想要再加纸胶带 这是我那天的早餐 这个贴纸就是从这个面包里面出来的 因为我住的那一间它灯光比较黄 所以拍起来东西都一点黄黄的 为什么拍起来很烂的照片 打圆角都会变好看呢 OK 这个就 藏在这里面 写下这饮料的名字 因为好像没有很清楚 再把它描出一点 好的 让你留意 好 好的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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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貼紙就是亂家看心情 這是我在東大門那邊拍的 這邊有點會一直去在意 所以我等一下應該會把它拆掉 這個啊我那時候拍是覺得很可愛 我後來整理照片才發現它是一個交接儀式 這個兔子後面是有寫2023 因為我是1月去的嘛 去年2022年是虎年 然後2023今年是兔子 還有一種交接感 這是我那天吃的午餐 是吃麵格達 那我那天是已經1點的時候吧 就人還超級多 可能跟過年也有關 就很誇張 我想要再加這個 順便把這一塊遮起來 其實我本來不想要再用 嗯跟這顏色很相近的 那因為我只有剩這一些 就沒辦法 我剛剛貼太靠近那個杯子了 把他沖貼 這邊想要寫這一家店的店名 再加這個畫邊袋 我剛剛想到還有這個 這個是專輯包裝外面的貼紙 再來貼日期 我想要跟前面一樣 就是一樣有這一個空 想要找顏色比較重的 感覺這個藍色應該可以 那因為是都是寶藍色嘛 所以想要再加同樣顏色的這隻熊 這邊應該差不多就這樣 我有些也是一樣會等 我另外面寫完後再來看 看可不可以再加一點東西 因為我買的這兩卷子膠帶 也都還沒有拆 到時候這些都可以拿來貼 一月韓國行第二天的第一面 就先這樣子 這一天的下午 我有去這一家文具店 都都門 這是他們的名片 這個是買到一定的金額可以調的貼紙 那邊有很多款 我基本上是先從 我有喜歡的創作者開始挑 這一張是我在去文具店路上拍的 這兩卷子膠帶也是在 這一間文具店買的 這個貼紙目前還沒有想要貼 就晚一點再看看 店家的名片我想要這樣子打開的 所以這一個晚一點再貼 這兩個圓標我應該會留著 看是要貼在第三天或者是其他地方 來寫店名 這邊單純想要加這隻青蛙 有一點在意這一塊 想要吃一塊貼在這邊 然後再用一個回題 然後再用一個點 然後再用一個小塊 然後再用一個小塊 就在這塊 感谢观看 一大小小 再加上一大小小一小小 太長了有點不太好用 把它剪短一點 再放太一點 進來 線上 流撃 代表 podstaw mam dip 你 中國 人 眼 都 我在去文具店之前 我還有先去一間二手術店 他剛好在車站裡面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品牌 然後就是去了這一間二手術店 才買到這個貼紙 然後貼一個金燙號 我先看這個標籤能不能撕下來 如果好撕的話就拿來貼 不好撕就算了 過來了想要這邊貼這個 以前就很想要买一件韩国的睡衣 可是韩国的睡衣一套其实都不便宜 起码都要一千多 然后那时候去看 它刚好差不多打半价 就觉得超级便宜 那我先量一下 我就是不要让它超过这边 没有压好所以歪了 这边有充充一点点就懒得管了 直接这样子 这是我的晚餐 名掌热狗 第一次吃 因为听说好像蛮好吃的 刚好在住宿那边有一间店 很近就去买来吃看看 我买的是综合 可以自己选口味 但因为我的收据 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 所以我也忘记 自己到底吃了什么 就很奇怪 我明明就有收好 而且我也有看到 那一张收据 写手账的时候就 怎么找都没有找到 这一个热狗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一次吃完五只 但其实吃了两三之后就有点腻 我虽然也有买饮料来配 但就没有吃完 所以我后来留两个 当明天早餐 因为有热狗 所以我要用这一张贴纸 终于消耗掉了 每次贴纸用完最后一张都是最开心的 在写字之前 我想要看能不能加这个贴纸 我想要把它贴在这边 贴这个上去觉得可以 弱化掉这个边缘 这边不是毛毛的吗 可以把它遮住 但是把贴纸能够 这个不不 这是太子 所以我们都在去 多多段小时间 我把它切纸 是 好 第二天的另外一面完成 最后再加一点东西就是觉得这个圆贴很空想要加点什么 所以我想要用这个转印贴纸 这边因为它的界限感很明显我想要用这个 这个是我在插一些纸张的时候留下来的 刚好可以拿来利用 这边的话就用这一卷的纸胶带 这边就贴这个 这边的纸胶带 很隨便的加了一些小東西 那我第二天就這樣子完成了 覺得又比我一開始喜歡這面的時候 感覺好一點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那謝謝看到這邊的大家 掰掰